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然後你們的意見都有可能會左右 接下來會出現在Banky APP商城裡面的所有商品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認真的回答我這個問題 那當然我也把這些大家意見就是 最後做成影片然後就是轉給他們裡面的 長官看 他們接下來要進行就是商品採購的部分就是 大家喜歡 或希望在Banky裡面可以用盡戰點換到怎麼樣的商品 好不好 你們現在就可以十字大開口了 反正就是 有什麼想法趕快寫下來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APP 就應該說應該用我們的所有的直播 這個長官其實他們都有在關注 他們都非常認真的在 瞭解我們的情形 包括就是如果你們有 有人有對就是使用這個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私下跟我講 我都是第一時間反應給他們 那他們很好笑 對啊就是那個 那裡面的長官就說 來緊急開會 然後就把所有的人 就揪起來 然後就來討論這個寶可夢講的東西到底 好不好 可不可以修改 然後馬上就解決 就散會 然後再大家趕快去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在乎我們使用者的意見 然後非常認真的去處理我們想法的一個團隊 所以請大家千萬要好好把握 然後就是跟寶可夢互動的這個deback的時間 趕快 講一講你自己想要拿到什麼商品 因為 其實這個所謂的 Banking商城可以兌換的東西 其實也都是 大額採購之下就是一季一季去買的 所以 我們現在如果趕快提出來的話 也許他在四月份就可以重新上架 那就會有更好的商品讓大家兌換 尤其是現在從三月起 大家來就是累積這個精彩點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拿到的本出是兩月左右的 看一下喔 你們講到說要什麼 AirPods 好太好了 因為AirPods他只有在11月的時候上個字 後來就下掉了 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你要AirPods的話 我們可以 期待就是下下週 就是那個 Apple的發表會他出來之後 到底有什麼新的產品 就可以往上放下去 這個是還不錯的 再來就是 價位多少無所謂啊 幾萬塊幾十萬 幾千塊幾百塊都可以啊 比如說 我也很想建議他就是 給我們就是所謂的 輸解衛生紙然後就是一整箱 那你在那個 你在那個拍賣網 你在那些什麼 網屋通路去買的話 大概也都是要1000多塊錢 那也許點數十倍放大送就是 一大箱的衛生紙 就是只要100點擊 你就可以判到了 這不是很爽嗎 如果你只要刷個1萬塊錢 然後你就換到一整箱1000多塊的衛生紙 這不是10%回饋嗎 我覺得這就很 很符合大家喜歡的這個東西嗎 大家不是都是衛生紙幫嗎 就是 什麼東西都不要 最喜歡的就是換衛生紙 這樣子 還不錯 這個 拖掃地機 拖掃地機是有點那種掃地機器人嗎 這個好像也不錯 這個我會反映給他們 再來 手機 如果你要手機的話 你要跟我講你要哪一個品牌 比如說你喜歡iPhone 那你就 比如說iPhone XR 那你就跟我講 我就可以把這個網層列上去 那就變成是 可能是下一季的最高級的商品 電視 蔡曉俊如果你要電視的話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你要的事比如說是Sony的哪一個品牌 這個名稱把它寫出來 我比較容易跟他們反映 這個 藍牙耳機 其實我說有致癌危險 所以說到底是可以送還是不可以送 還是說你只是想要把它 就是換下來然後把它轉賣出去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賺錢 下工具說Apple系列 好 如果大家真的都很喜歡Apple系列 就是比如說iPad啊 iPad啊 好這些東西 我就跟他們建議讓他們可以去採購去買這些東西 讓大家對賺 寶貸也是衛生紙 其實我家衛生紙真的是滿 滿顆門 到處都是 就是 你們現在這個畫面上沒有看到的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衛生紙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就是很多啦 因為 很多銀行送的一些點數 我也不知道幹嘛 就通通把他去換衛生紙 對啊 就我家也是一堆啊 就是一年都用不完 對啊 劉文貞說要筆電是那個 那個什麼 MacBook Pro之類的 他現在最大獎就是只有一台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比如說是你要那個什麼 速食啊 或者是哪一種的 你就把你的 廠牌的名字寫下來 好不好 那我就是可以把它就是分享給裡面的長官 那他們就可以知道說到底要買什麼 是觀眾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 要玩社群銀行這個人姐很重要就是說 他必須要接地氣 要知道我們 大家喜歡的是什麼 這樣你才會毛起來努力去刷嘛 所以要的道理就是 你們喜歡什麼東西你趕快跟我講 然後我整理好就可以 JAA講說 藍牙耳機有電池壽命的問題 時間到就要怎麼轉換掉 所以他那個大概就是一兩年之後就要換掉 好 劉文貞說要Switch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Banky的App裡面就有Switch可以換 但是他的門檻有點高啦 就是 也要多少 五千多點吧 是蠻困難的 所以 就是大家要努力刷卡 這樣子 他Switch好像有放五組 所以這五組應該是要等到他兌換 被兌換完畢之後 他才會 再換新的 數量進行 字幕包裝成功 字幕包裝成功